我早就猜到你会在这 露露教授 早上好 可莱西教授 确定要这样吗 可莱西 也只能这样做的 露露教授 这是最后的办法 那棒子呢 杰西会带来的 把这么多的东西托付给杰西 真是很不明智的 露露教授 我能把生命托付给杰西 早安 露露教授 露露教授 你遇到什么麻烦把他解析 没有 露露教授 我提到台三线的时候 这个小胶口就睡着了 可别弄坏他 给你 露露教授 这样把贩子交给别人 你确定安全吗 我观察这边一天 这边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哪 露露教授 我相信读习高中 这里是有许多人才的 好吧 也只能试试 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陌生人 陌生人 诶 那是什么东西 你打开来看看好了 没想到 我可以经历这个冲折大热 哎呀 一定是因为我再热量了 我一定会好好完成的 我要去街坊 哈啰 大家 欢迎来到露露教授 我是街坊特派员欣欣 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嘉义县的主旗高中 一起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都有哪些人才吧 GoGo 觉得丢脸 你为什么会想要读作气高中 对 这个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 一起啊 你就先来赞加 因为我没有考上加中美术 因为考不上加中美术 虽然没有顺利考上加中 但这位同学依旧热爱美术 美术老师 哪一个 每一个都喜欢 为什么会喜欢 因为他们人比较好 NICE 你知道毕业电影是什么时候吗 6月2号 6月2号 我忘记了 你还是毕业手 再留一年 我们 未来想要做什么 还是没有想要那么远 是高中先读完再做 做什么 好好加油 再来 是之前看起来异常兴奋的同学 我想问 如果你是校长 你想要做什么 找很正的秘书 那你还有想要做什么 呃 呃 再找一个很正的秘书 有梦最美 可以说一下就是在上课的时候 发生比较好笑的事情 或者是比较有趣的事情 不然好像每天都很有趣 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 我们会就是看一个人在睡觉 然后如果他一直度过的话 我们就会看着他 然后一直笑他 然后再吓他 看他吓起来 你是什么时候 对啊 非常优秀 那你们觉得 竹中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郭文老师 为什么 郭文老师有气质很漂亮 那你可以说他是谁吗 方平老师 所以你们都很喜欢他 嗯 方平老师快看 你们有没有什么 发生好笑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呃 好笑事情 好笑 我每天都过得很好笑 这样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没有没有最喜欢的老师 慧如老师 为什么爱你 为什么 他说我国东班长 然后我现在 如果有事情听过来是怎么样 我都会找他聊天 我跟他聊天 聊天 这样 慧如老师爱你哟 我最喜欢张建芳老师 因为我对 呃 作文类很有兴趣 他也是一路指导我 从高一到前才 然后我就 文章可以越写越好 谢谢建芳老师 那你们有没有最喜欢的舞台 午餐吗 我吗 我最喜欢喝甜汤 我觉得学校甜汤很好喝 你讲一个 午餐 我认真吃 午餐只是果腹用 这个午餐有什么 很好吃 午餐 你给我快点讲 不要吵架 对 有没有什么八卦劲爆可以讲 有什么八卦劲爆 对 这讲不好吧 我还在这里多留一年 逻辑清楚 感觉学校有很多有钱人 为什么 因为有钱 哪里有钱 长得帅 你觉得你长得帅吗 还不错 在南 这些热情的同学 想带来一首舞蹈 好 就这样就好 好 我喊他一招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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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你们是吹什么乐器的 小浩 他也是小浩 那你们可以模仿 你就是 展 演示一下你们在吹的 走 那你走 配合度很高 你们最喜欢哪一道午餐 炸鸡腿 炸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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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雞米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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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是這位樂棋隊的同學 他似乎有話對校長說 如果你是校長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校長 你樂棋隊吃麥當勞吧 不可以再吃了 你才有在看抖音嗎 有啊 那最近怎麼哏是最新的 好問題問 確定有在看嗎 你們可以說三個主旗高中的優點嗎 那個 樹很多 竹子也很多 空氣很好 蚊子很多 那你們想要對畢業生說什麼話 生日快樂 有錯棚了吧 你們會看抖音嗎 會啊 那你可以跳一段嗎 就是最近最流行的 叫他跳他會 他會不會 不會不會 快點跳 不是抖音 江南山鳥 後來他們找了同學一起 高山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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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幹嘛 他們又自己加碼了音樂版 又叫了一位同學 來 高山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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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 竹竹最美的風景是什麼 最美的風景 你先想 我喜歡 我喜歡 在 城珠樓 的地方 然後在三四樓 的地方 看著日落 在 從操場看著日落 你很有 很有情調喔 呵呵呵 你們有喜歡的偶像嗎 有偶像 好多喔 沒有 請不要自嗨 喝飲憂吧 為什麼 就好看啊 所以你也想 你現在頭髮也想要變得跟他一樣 沒有啦 有了 還要走韓國那些 所以你以後想要朝他賣金 跟他穿著嗎 沒有耶 就只是 好帥好羨慕 好帥 好帥 You know 未來想要做什麼 嗯 舞者 接下來是這位 未來舞者帶來的舞蹈 前途無量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對畢業生說的 會對你們自己說 好像沒有耶 還敢混啊 還敢混啊 最 最常聽的一首歌是什麼 最常 大悲咒耶 口味獨特 你們對108課 課稿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有上傳嗎 我當然媽媽有上傳 沒上傳就沒學校耶 我考這麼爛 同學真實在 你們有 會看抖音嗎 會啊 那你們可以 跳一段嗎 不會 我們沒有看抖音 對啊 對啊 我會看可是我不想跳 不是 我是抖音咖 你看起來就是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要對畢業生說 或者是對自己說的 我覺得就是 身為108課竿第一屆的我們 然後 我們這三年也經過了很多事情 那希望 就是不管 就是大學四年以後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是健健康康的 就是健健康康的 有自己的理想 然後努力去實現自己 所想要的夢想 我相信 我相信 畢業對大家來說 是一件 非常嚮往的事情 但是 也同時 是我們成長的一步 然後我覺得 不管以後 大家會到哪裡 就是 會走 走向不同的道路 或許 會在不同的城市 但是我相信 就是 高中這一段友誼 一直是 最純真的 我覺得念大學有什麼意義 男朋友 很忙但還是要回答 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麼 我認真想當中醫生 長大之後發現實力不明 我想說想當老師 但想沒有 不就說想當醫生 但現在也沒有了 人生好難 假設有一天你看到你的偶像 那你會有什麼朋友 就是會 就是可能我會太緊張 然後我就會 想要去 然後但是又很淡定的跟他說 就是我很喜歡他 然後 看他可不可以唱首歌 那假設他現在是你的偶像 你可以 直接來一次嗎 你明明明就是 你明明就是 你是誰 我是你的粉絲 荒謬 你們最喜歡學校的哪一個老師 仁華老師 為什麼 你為什麼 等一下 因為呢 我覺得他教學非常認真 做事非常複雜 而且不會亂發脾氣 謝謝仁華老師 你們有沒有什麼 想要對下一屆新生進行 說的嗎 對仁華老師好一點 仁華老師頭號粉絲 你等一下要買 想想問旁邊 有沒有遇過什麼 在學校發生好笑的事情 就我有一個朋友 他長得很像駱駝 可能他也叫駱駝吧 然後他有一次就是在 郭成聰校長在被 世心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然後他就從後面被這氣球走過去 這個炎冷的冬天裡面 付出他們對於老人家的愛與光 付出他們 付出他們 付出他們的愛與 愛與 好 好 我早開 我早開 好 好不好 好 我早開 我的屁 我早開 我早開 我的屁 你 在哪裡 我早開 我早開 你 可以 你可以你你可以你可以舉例一下 不行 啊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那個我可以 我可以接防一下嗎 我們是避愁的 就是我們要問一下問題 來 你們最喜歡的社團是哪一個 那個 有沒有發生什麼很糗的事情 或者是很深刻的事情 他常常講錯話 你可以 模仿一下嗎 或者是你本人的青森 胡家粉 胡家粉 講太快了就會變胡家粉 好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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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